HELLO 大家好,我是Hack,歡迎收看Enterbox 相信大家都有在FB或者IG的廣告上看到一款叫做X-Run Arrow的真無線藍牙耳機吧 它主打的就是超低延時,因此可以獲得更加的遊戲體驗 我本來是想要買來玩玩看的,畢竟這就是它廣告的目的嘛 而且以它標榜的音質、功能還有設計,我覺得2000多塊的售價真的是相當划算 但是身為一個四雷大將軍,我就在尋找有沒有更便宜的低延時藍牙耳機 過了好一陣子,終於讓我在FB上面看到小米推出了新版的Earbox 叫做Earbox超值版S 所以我就打算等它開賣的時候直接從PC用把它買來 那說也好笑喔,我原本以為是11點開賣 10點半的時候我就想說先上去預備 結果發現原來是10點就開賣了 看來我真的是太久沒有買小米的產品 不知道它的魅力已經大不如前 購貨變好了,10點半的時候我就順利的下單 然後下午3點多左右就送到家裡 效率真的是非常的高啊 那我也實際用了一陣子 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吧 首先,它的外包裝跟最早上市的AirDots Earbox OK Forever 它的包裝長得是幾乎一模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大概就在名稱吧 那既然包裝長得一樣,內部應該也差不多 果不其然就是長得一模一樣 不過也不是很意外啦,畢竟它連網頁都長得一樣 但我今天是要來實測它的遊戲模式的 音質的話我等一下也會稍作評論 首先它戴上去的時候 我個人覺得它在耳塞耳機中的隔音效果 並不算特別的好 但也有及格啦 至少我通勤的時候在客運上戴 體驗還是比iPhone的原廠耳機好上一些 不過客運的引擎聲還是聽得非常清楚就對了 音質的話跟前一代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會超乎你的想像一點點 嗯就一點點 不過它比起我手上另外這個 一兩年前從夾挖機夾出來的耳機 不論是在做工、音質還是通話效果上 都是完全的吊打 我用它的通話麥克風打給朋友實測 那朋友告訴我的感覺 就是跟iPhone的原廠線控耳機差不多 差別就在於說 Earbox聽起來會有一點點距離感 想想也合理啦 畢竟小小的麥克風裝在耳機上 又要從耳朵那個角度收你嘴巴的聲音 要收得清楚已經蠻困難的了 它的表現真的是還不錯 再來是音質的部分 它的高音聽起來真的是蠻薄的 感覺那個歌手要是再啊上去的話 我都要跟著它一起升天啦 就是有一種快破然後又遊走邊緣 還不破的感覺 然後細節有些消失 還蠻微妙的啦 我只能說有待加強 中音的話就是中規中矩 該有的細節都有出來 當然不可能像高價的耳機那樣清晰透徹 但是跟很多千元的耳機我覺得水準已經是差不多了 低音的話我覺得就是這副耳機的強項 它並沒有特別的加強它的低音 但是它的低音算是相當清晰的 比起同價位的耳機我覺得它的表現又更好一點 拿來玩遊戲聽腳步聲或是聽嘻哈饒舌這類的歌 我覺得它的表現應該會相當的不錯 最後是遊戲的部分 雖然貌似不是它的主打功能 但卻是我買它的唯一原因 它在耳機上按三下就可以進入遊戲模式 也就是低延遲的狀態 我摸你一下開啟前後來給大家感受一下差異 開啟前後來是遊戲機械的 開啟後來是這個遊戲機械的 開啟後來是遊戲機械的 我增加лив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其实还没开启游戏模式的时候延迟就已经没有很久了 当然玩跑跑卡丁车勉强还行 但是枪战的话就真的无法 但是开启游戏模式之后体验真的好很多 我实际拿它来打特战樱桃 虽然枪法不会变强 但是脚步声都还是听得蛮清楚的 总结来说它就是一只差不多的耳机 然后它不会给我一些差不多的奇迹 整体的表现中规中矩 游戏的表现倒是相当可取 如果你是一个通勤时爱玩手游的玩家 那我真的蛮推荐买一副的 因为它很适合玩游戏 然后又相当方便 蛤?你说电脑玩家? 也不是不行啦 只是玩电脑用蓝牙耳机 好像哪里怪怪的 好啦 最后喜欢我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Enterbox 想看更多的开箱和教学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或者到我们的频道里面去看看 我是Hack 我们下次见 掰掰